可是几天后,四个女鬼又出现在了我们寝室 这次他们对我们说,我们四个虽然是鬼,但也是有底线和原则的 之前听了你们四个人的一面之词,以为错权在小鱼和阿梦 经过观察,我们才发现问题原来出在你们自己的身上 一个不爱收拾,破坏寝室整体得分 一个从不戴耳机,自私自利不顾他人感受 一个不经同意,随便使用他人财物 一个连半都要是有待,把别人的善意当作理所当然 真正该受到惩罚和教训的,是你们四个人 接下来就该轮到我和婷婷了 女鬼说,除非我们能得到你们俩的原谅,否则就不会放过我们的 小鱼和阿梦听后,觉得非常不可思议 四个女鬼竟然如此善恶分明,莫非真的是诡异有道 其实本来没多大的事,换了寝室问题就基本上解决了 那四个女鬼为什么要揪着他们不放 小鱼和阿梦并不是记仇的人,他们说 我们也没有记恨你们,怎么样才算原谅呢 婷婷急忙回答 女鬼说了,只要你们愿意和我们交换寝室 在我们寝室住上一晚,就表示你们肯愿意为我们冒险 发自心底地原谅我们了 小鱼惊道 你们寝室闹鬼,让我和阿梦在里面住一晚上 岂不是故意难为我们吗 婷婷和星星急得都快哭出来了,保证地说 女鬼只是想考验一下你们,并不会真的把你们怎样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慕志明 这句话说的一点都不假 在婷婷和星星的软磨硬炮之下 小鱼和阿梦还是同意了 进入315寝室之前,小鱼和阿梦把手机都充满电,他们不敢睡觉 准备通宵看电影,熬到天亮 人在午夜三四点的时候最困,这时天还未亮 阿梦上下眼皮直打架,终于忍不住,闭眼打起了盹 一旁的小鱼急忙提醒他 喂,快睁眼睛,不能睡,睡着了容易见鬼 马上就天亮了,再撑回 阿梦一个机灵,想睁开眼,却感觉上下眼皮就像被浇水糊住了一样 怎么睁都睁不开,他伸手揉了揉 忽然摸到自己脸上黏糊糊的,还有灼热的刺痛感 腥臭的气味直窜恼人耳,耳边传来小鱼惊恐的尖叫 阿梦,你身上都烂了,就像浴水融化的泥人 小鱼机智大胆,很快就明白了这是四个女鬼在作怪 这时,阿梦像要融化了一样,五官轮廓逐渐模糊 身体四肢慢慢缩小,在床上痛苦地抽搐着 小鱼明白再不采取措施,阿梦就完蛋了 他冲进了卫生间,接了一桶水回来 冲刷起了阿梦身上腐烂的泥浆荷烂肉 奇迹发生了,泥浆荷烂肉被冲掉后 阿梦身上露出了腥红颤动的肌肉 裸露的肌肉上竟然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生出了新的肌肤 不一会儿,死里逃生的阿梦 完好无损地呈现在了小鱼的眼前 二人过了半天才从恐惧中回过神 而这时,窗外天色已亮 二人还没来得及想明白 寝室外面就响起了要是开锁的声音 星星和婷婷迫不及待地开门而入 看到劫后余生的小鱼和阿梦后 竟都露出了万分失望的表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